歡迎收看水電涼涼看 我來看 這個slogan 嚇得實在有夠好笑 有點想你 這我們看可不可以之後出一個系列 師傅我們為什麼今天會來到這裡 我們先講今天是受到一個粉絲的委託 因為他家裡面新買房子嘛 開始要進行裝潢 那他裝潢之前 他其實會有一些水電上的問題 他是需要討論一下 溝通一下 才會知道有他注意的地方是什麼 那可能會牽扯到相關的預算 大概是什麼 所以他是新城屋嗎 對對對 那我們這邊看這附近的地方 你可以發現這個非常的安靜 然後旁邊後面還有一個水田 還有小鳥 剛剛還有烏龜爬出來 綿綿細雨欣賞一下這個雨天的風情 那這個地方是屬於在新竹市的一個市郊 距離市中間可能3到5分鐘 其實他就算是屬於叫鬧鐘取靜的地方 他這個社區比較特別 就是說前面這個地方是一棟一棟一棟的 就是所謂的透天 那如果說你在預算上面呢 是有一些條件限制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後面就是14層樓 這種大樓 看每個建商他所要訴求的東西是什麼 好 那我們下雨了 下大雨了 好 師傅我們趕快去室內 放一下 看 你很適合吃檳榔你知道嗎 我自己說啦 這個插座 不是 那講話什麼 我自己說 露喉天不知道要看誰了 師傅你要不要露喉 走了我們又要收尾 要快點 要快點啦 不然現在露喉的頭門都掉了 等一下油頭變中分 我跟你說 誒 大家好 請進 新家 對 對 哇 不錯 不錯 第一次闖空門 真的是空門 我第一次進來這邊的時候 感覺到這個地方採光非常好 尤其這個景我覺得還不錯 視野非常的好 好啦現在賣你了好不好 現在來得及嗎 可能來不及了啦齁 這個應該沒有算錯的話 這邊應該是1 2 3 三房兩廳兩位嘛 對不對 好那通常我們來到一個新的一個家 我會有個習慣 我會先看他的電箱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缺勢蓋 刻變厚 這是什麼 那一次沒有撕掉的 這是沒有撕掉的是不是 這個是有找人家來驗屋過是不是 對 沒錯 被人家貼標籤 我們已經驗過了 我們驗過了 那你來幹嘛 不一樣嗎 你是驗屋還是驗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專門驗 沒有啦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驗屋跟我們來看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是什麼 那驗屋的公司他通常來看有沒有符合法規 其實有沒有什麼滲漏水啊 牆壁有沒有紙啊有沒有垂直 還是有沒有膨共有沒有空谷啊 還是做淋水測試防潑水這些什麼他都會測試 每個人不一樣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那譬如說像我的角度來看 如果我來到家裡面看到電箱這麼大 我心裡面會比較task 這個算大了 算大 代表裡面 獨立回路很多 欸回路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不打開我也知道 喔來來來 直接做滿 這個有幾個 1234 1314 14乘上2 就是28 加上上面的12 就是30 所以這個規格叫做 30P 30P 喔30P 回路要過多 我們在家裡面的延伸性就多 用電用起來就好用 想不到一個Brega講那麼久對不對 對 那你這邊有沒有什麼還想要去做什麼的 有 比如說客廳的話其實 我們這邊當初買的時候 他預計建商就是給我們是廚房 就是吃飯的飯廳 所以我其實原本有想要做中導 不是拿來吃飯 是拿來氣氛用的 氣氛用的 對 因為我下班很累我回到家 我就用 等一下等一下人家告訴你需求 然後你用這種態度 喔不不不 因為通常我們要這樣子講 中導不好養耶 因為中導你總是要洗洗東西嘛 所以你一定要有給水跟排水 但是如果說你在客邊的時候 就沒有先做這件事情 那會有什麼情況 假設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中導在這邊 請問一下 距離我最近的排水孔在哪裡 在廚房 可是你這一段的距離 你又要再考慮到 排水是要有泄水坡度的啊 所以你是不是要打地板 但鑿開的時候 你的泄水坡度就不一定顧得這麼好喔 你想想看這電箱在這邊 還有很多插座的管路會經過喔 這個情況底下 是不是你的泄水坡度 非常容易受到影響 那再來就是說 打了以後你磁磚要怎麼復原 你重新針對這幾片把它挖起來 可能會有色差 可能會有拼接上順暢度的問題 你甚至會有一些紅供 因為工法的關係 終究這個排水管 喔 這飛機起飛耶 喔真的耶 就真的是軍事重力才有的 對對對 喔 飛起來了飛起來了 飛走了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把地板全面架高 或是局部這個區塊架高 真的要做不會不行 可是問題是你的牽扯的層面會非常的廣 終究還是會有排水的問題要克服 變成我是純做事情在這邊 可能切水果做甜點 可是我的水都還是在那邊 如果你真的要做這跟食物料理 跟會清水有洗的關係的地方 其實它距離水槽還是要近一點 像這個地方就很遠 看起來漂亮啦 但是不好用 哇這個這個就很尷尬 對不對 只開來就沒有那個好口 只看水而已 你就看白人家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我剛有提到說 你這邊可能還會再放一些櫃子是嗎 對 基本上電器櫃會有啦 而且是直向的電器櫃 那你電器櫃是買現成的還是買 買現成的 買現成的有個好處 當然就是預算控制 但是有一個注意的地方 相關的尺寸跟規格要很清楚 因為你每一層的高度在哪裡 我不知道 師傅們都不知道 那所以就這個部分 你就要去提供這相關的資料 才會知道說 你如果想要改到一樣的位置 大概知道怎麼改 不然全部都是延長線 那你這邊呢 這邊會有想要怎麼運用嗎 有 這邊規劃是想要整排的櫃子 整排喔 一路這樣排過去喔 到電視櫃 規劃就是放 它的工具 或者是一些比較高的鞋子 也可以放在這裡 喔可以可以可以 以這個空間來講 這個適合 適合 除了客廳餐廳連房間 有什麼特別要變化的地方嗎 因為我們一間比較大嘛 那這邊會是租房的地方 租房 對 以後可能就是兒童室 兒童的房間 如果有小孩喔 就要住這一間 小孩的獨立性 真的比較強 怎麼看 從房子進來的第一眼 投影到的那一間 就是要給小孩子住 那直接放在玄關就好啦 有有有 我可以講 那是被家暴 那是被拔掉 那是被家暴是 然後這間其實 一開始是有想要做握踏 因為小朋友現在還沒上來嘛 所以其實他上來之前 應該會是我在使用 也是我的辦公區啦 那我辦公區的話 我是希望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躺在這個 陽光明媚的窗窗邊 握踏的意思是什麼 是做榻榻米起來嗎 不是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高度 然後人可以 斜躺在上面這樣子 握房 我拳頭硬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牆壁上面 有沒有 切割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到這是什麼 冷氣排水管 所以他就是把冷氣 裝在這個位置 但是原本的建商規劃的位置 在這裡 重新配管配過去 不過我覺得這邊有個好處喔 這個位置是你當初自己 刻變的嗎 這個我可能要問一下我老公 不是喔 如果說他這個是 可是刻變 那我覺得說他很厲害 那如果說他沒有刻變的話 他提供了握踏一個 先天上一個很好的條件 他只要拆開把電源接出來 握踏上面就有電源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其他房間 好 這間喔 貓咪的 可是這間除了貓房以外 會變成說 如果家裡有客人來的時候 或是長輩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睡這間 主握就讓給長輩睡 我真的剛差點以為是說 有客人來 長輩睡貓房 我可能會被趕出家 那師傅他這間如果要做毛小孩的房間 他要注意哪些事情 第一個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冷氣 它的消磨注定會變大 因為毛會飛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便盆跟它的石盆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的一個細菌的含量會比較高 那個出來的是果凍 這個時候你在加毛髮 你要賭水管 這個會漏水 那這怎麼辦 所以就是常常要進行保養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抗菌的設備 要用 就是說就是你的環境上面 不只是冷氣 還有一個地方也很重要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的浴室 我們直接要去看 好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提到 就是說浴室也很重要對不對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排風機 或者是你後面都要裝暖風機的時候 像有些毛小孩的毛是比較溶 比較軟的 它會飄在空氣中 那它就有可能被吸到上面去 卡在濾網或是馬達上面 所以要特別留意 那師傅它乾吃分離這樣分是好的嗎 你說好不好 通常我們這樣講給大家一個建議 一個是臉盆 一個是馬桶 一個是淋浴區 最少的這個空間上面 我們大概會預留多少 80公分 但是如果條件不允許 真的很窄 但是我還是希望要有 這個空間的時候多少 75 我要吃多一點 因為多5公分 你是不是覺得 其實減到5公分沒什麼差 實際上在接近臨界值的時候 這個5公分很巨大 你說整個迴轉嗎 對對對 還是兩個人在裡面 因為你變成沒有 當然沒辦法 你可能兩個要120 對可以很多姿勢變換 我是說刷頭髮姿勢變換 我知道喔 沒有說什麼 我這樣判定喔 你聽這樣對不對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乾吃分離 因為它上面是沒有隔起來的 它的煙霧會跑出來啊 喔實際上不是這樣 我們的淋浴拉門不會頂到底 可是我們去很多飯店 它不是頂到天了嗎 頂到天的話 它一定會在那附近 甚至它會有做一個抽風設備 因為空氣要進行交換 不然人在裡面會暈倒 會缺氧 好這個東西是這個樣子 好 主握這個空間 這個坪數不算大對不對 不算大 因為你東西放下去了以後 其實剩下的空間很小 對而且我們本來要放衣櫃 可是我們衣櫃買了210公分 210也沒有很特別大 可是因為是要放哪裡 衣櫃原本是放鬆的 直接靠牆 通常放在床尾 就是躺下面對那個地方 可是我們的床就 因為是King Size嘛 所以就這麼大了 那一定會交疊到 對對對 交疊到的話它其實這邊的縫就會剩很小 所以我們衣櫃會放去兒童室 那為什麼不把衣櫃弄小一點 因為我們是一起共用一個 所以就會買大一點 而且之後如果小朋友上來也有他的衣服 對會有這些問題 一個家裡面要的東西真的蠻多的 可是有時候在空間有限的情況底下 那你只能做一個取捨跟調配 那它冷氣這樣的位置應該也對對不對 你看那原本的配置是配在 相當詭異的地方 旁邊也要預留它的那個回風空間 所以你機器放這邊也不對 啊放在這邊嗎 要吹頭 也不行 所以就只好調過來180度 側吹床尾最舒服 直接就萬解 那這個是你們自己去變的就對了 對應該是說我們基本上不太會是 門面一進來就對你的窗頭 沒錯 它這樣才會有種安全感 要抓也比較好抓 不會要抓我會先開衣櫃 你們兩個好像很有經驗欸 一個專門躲一個專門抓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坐像 我們現在看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是指南針嘛 這樣子看起來西方在這個地方 街舞西方 喔不是啊 西邊太陽會西曬 因為如果說我們在居家的冷氣 規劃配置上面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如果說你這一面牆 剛好是西邊 你這外面沒有任何屏障欸 那你想像一下 當太陽下山的時候 從12點過後 那個太陽不斷的轟炸 等到你晚上8點回來的時候 這道牆還是熱的 那你的冷氣就會 吹不冷 因為冷的風 遇到熱的牆壁 它就升溫了 那這個有辦法解決嗎 沒有辦法 換房子比較快 有人貼汽車隔熱紙喔 重本喔 效果極好 可是隔熱紙就會犧牲他的目了對不對 對 一定會 那這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今天會有西曬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的冷氣會依照這個頻速 你的急速要往上再升一級 你不要省那個錢 不然你裝了你那個後悔 那陽台要看嗎 可以啊看一下 陽台看一下好了 還有一個 主觀可以收50塊也可以一起喝咖啡 真的嗎 喝咖啡聊心事嗎 有聊跟沒聊一樣 都超吵的 喔到了這個可以收50塊的地方 這個view非常的好 可是大家看不到 對 因為這個是軍事設施 所以不能排 這只能看我們兩位這樣 這個陽台其實沒有非常的大 對 大概不到一瓶 那你有想要放什麼樣的設備嗎 有 因為在新竹很難晾衣服 對 所以我們除了洗衣機 還要有台風機 但是你如果放完的話 這個角角就已經沒有了 對 基本上只剩一個瓷磚的空間 但是至少這個地方 水路就在這邊 到時候我們要進行全護過濾器 就從這個地方做分接 這是好的 而且你看它這個瓦斯管 這是你們後來去請人家來分接的嗎 對已經在好了 這個就是那個超流量瓦斯安全法 我還蠻推瓦斯型紅衣機的 因為它比較省電 對 而且我們之後這邊也會把它照起來 畢竟機器在外面 對你還要做採光照對不對 對 也隔音啦 隔音倒是還好 有差有差 真的嗎 有你再多一層採光照 氣密窗再圍起來 再多一層 哇那差很多 師傅整個這樣房子看下來啊 你給這間房間幾顆星 那我會給四顆 就是說我大概給八十分 你還沒有知道它的房價 你就給四顆 這邊三千萬 真的嗎 瞬間少一顆 假的 這個房子它有它的優勢 第一個就是它採光非常好 那再來就是說它在鬧鐘取靜 這個也會是我比較喜歡的點 因為像剛剛我們站在這個view上面 這樣可以遠看看到市中心 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交通設置 而且你這附近還有學區喔 對 那師傅我問喔 那你掃掉的那一顆星跑去哪裡 我們坦白說就是 格局上跟地理位置上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唯一的一個小狀況就是說 它的每個單元上面會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在空間的運用上面的話 你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如果你又真的這個需求 沒有辦法避免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花到更高的費用 去裝潢或是去有效運用的空間 就變往上發展 那它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因為剛好在旁邊就是我們的機場 如果你怕吵的人的話 這個地方絕對不適合你 有補助可以領耶 還是它已經直接換算在房價上 它有特別一個明目寫說 噪音 噪音 真的喔 真的喔 如果房屋可以減三百萬 還有剩嗎 現在進場還來的時候 對啊 加三百萬 似乎都賣光了 似乎都賣光了 除此之外 如果說我們在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有的房子的是靠近後段的地方 中間是天井 因為它洞具很接近嘛 未來有機會我們再來介紹 那這邊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更寬敞的空間 跟對外的這個外牆 所以我們講這個 會不會有漏水的問題 跟這個溫度的問題 這都是要特別去留意的地方 好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水電涼涼看 我咧 好啦如果這個系列如果大家反應不錯 我們還會繼續跟更多的屋主們互動 對沒錯 然後也帶大家去揭開這些面紗 不只是星塵屋還有中古屋嘛 都可以 歡迎大家在FB投稿好了 投稿 投稿 記得附上照片 越慘越好 我說的是人啦 我們女性優先 女無者的投片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宅水電的內容 那如果對這個 新成物啊 或這些配置規劃 有任何其他問題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好記得 有時候晚上繼續收看 YouTube宅水電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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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恭喜 什麼時候入住啊 呃應該7月吧 7月那 我們剛剛就來這邊開直播好了 可以啊 可以 50塊 50塊